经过了长途的飞机 然后再加上火车 我终于来到了欧洲的一个小镇 这个小镇叫布雷根茨 我们的车队已经整转弹发四辆老爷车 我腿能披着叉 两边披着叉坐 卖关菜久了容易被打 今天是赛断第二天 其实真正的挑战也是从今天开始 为什么呢 因为昨天的发车其实路程很短 只有八公里左右 就等于让大家先熟悉一下 大家先热闹一下 一共也不到一个小时 但今天的这个赛段 总共的长度要将近三百公里 而且老爷车速度比较慢 所以开起来的时长会比较长 大家都在这边停车场已经集结了 我们的发车正常是九点开始 但是我们的发车位是在第八十到九十之间 所以大概是在十点左右我们就出发 今天我们会正式的沿着阿尔卑斯山北路 我们一路的走山路走一个环道 我今天我们还是在坐在Rapid上面 Rapid我作为co-driver的领航员 然后看着路书不能用GPS全程 就是指路就靠我了 今天天气不是很好 还有雨还有雾 就在山间的话那些云也会上来 所以希望今天一切都顺利吧 今天我作为co-driver领航员呢 最重要的一个工具就是路书 然后跟大家简单说说路书是怎么看 比如说以今天这个赛段为例吧 这边是我们的起始地图 右边这个就是常规的路书页面 我们一行一行看 它这一行第一个表示的什么 第一个表示的是起始距离 它随着总距离的增长 它就会增长 就累计里程 而这一列呢是什么 是从一个目标点到另一个目标点的距离 白的和黑的区别是什么呢 确实就是 上面白色的是指英里 下面是指公里 然后这个呢就是每一个点的这个路的这个标识 然后右边这个呢 如果说有明显的标注物 它就会把它列出来 最右边这个是什么是剩余里程 上午我们要开141.89公里 但是真正开起来 时长可能要将近要三个多小时 将近四个小时 希望这次我这个不会带着大家迷路吧 我们马上要跑一个特别难的RT赛段 就是RT套RT 全程是要150米42秒跑完 中间有一段是40米15秒跑完 然后呢我们要准备两块马表 一块 两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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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感谢观看 一天漫长的旅程终于结束了 我这一天的领航员 基本上没给大家带错路 车顺利的回到了这边 晚上8点左右能出成绩 Rapid这款车 今天开的一天给我们什么感觉 就是特别顺特别好开 虽然动力很弱 但是整体的驾驶感受特别好 而且轮胎也是雪地胎 所以在山道上边 无论什么湿滑路面 我们开起来感觉都还不错 然后现在基本上都是准备收队了 收完队以后 明天继续来开最后一段 也是将近300公里 希望明天也有个好的旅程 好了 我们今天是赛段最后一天了 今天晚上就会有一个颁奖晚宴 但今天的旅程会比较累 今天的路程很长 而且路况也不太好 但是对于这次我参加老一车 斯科达这些车给我的感受是什么 当你坐着这种车里边 在道路上行驶的时候 其实特别特别有年代感 而且很多你之前所不了解的 当年的汽车的设计的这种风格呀 以及他们的一些汽车的文化 都能在这种驾驶老一车的过程中体现出来了 所以我觉得这个事还真是一个很值得做 但是目前咱们国内很多厂商 又不太愿意去做的那种事 我希望以后这样的机会能更多 这样的厂商乐意做 经典车的厂商也会越来越多 整个赛事差不多三天时间 然后我过得特别充实 多当了两天的领航员 然后也体验了很多斯科达的经典老一车 印象特别深刻的是Octavia明锐 这款车是60年代的车 到现在今天开起来依然非常好 而且是正好赶上明锐60周年 然后我全程坐的是另一台 是Rapid这个车 这个车的基本上已经是现代车的感觉了 然后这次可惜天空不作美 现在外边风雨交加特别冷 外边很多很多的赛车 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外面停车场 停了很多赛车 虽然这些经典老一车拉力赛 我们可能机会不太多 但是对于我们平时来说 有很大的几率 你能看到这些车 为什么呢 因为在捷克布拉格旁边的 穆拉大小镇就有斯科达的总部 它那有它的博物馆 博物馆里边有这些所有老一车的收藏 我们这次只有四辆 但是它那里边有数以百辆的车 有很多车也都是可以开的 他们每年都会用不同的车来参加老一车拉力赛 所以如果说你有机会去捷克旅游 一定要去穆拉大小镇看一看 斯科达这个有124年历史的品牌 很多的这种像素派 Octavia这些车在当年它是什么样的辉煌 你也能通过它当时的那个车的陈列 以及这些相关的文字图片都能看得到 所以斯科达这个品牌 其实很多时候都被国人 国内市场低估了 为什么呢 因为现在在售的斯科达很多车 其实它都是在整个中国市场 大众体系内它首先都是最先用新技术的 比如说在2014年的明锐 它就是全大陆 大众体系内第一款用MQB平台生产的车 包括后来的素派 也是这个平台上生产的第一款MQB中级车 跟它同平台的B8 一直到两年以后才生产 科蒂亚克也是先于图观L 后来的科罗克科米克等等这些车型 所以这些车 我觉得大家应该真是应该去体验过以后 真正能感受到这些车的好 给你的这种细致和性价比 很高的这种感觉 很多人可能在第一时间内 可能购车的时候没有想到斯科达 其实我觉得这应该是很多人应该是 有点可惜的地方 所以大家在体验这种新车的时候 也一定去看看斯科达的现在在售的新车 好了 这次差不多咱们就说那么多了 下次活动咱们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